境外不是犯罪分子的避风港 即将244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 从菲律宾押戒回国后 公安部深化国际执法合作 加大打击跨国电信网络 诈骗违法犯罪力度 于10月15日 组织河南公安机关 将136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从老挝押戒回国 涉及国内多省市的 1200余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成功告破 捣毁15处诈骗窝点 追缴赃款赃物 价值2100余万元 据悉 2019年以来 全国各地连续高发 杀猪盘虚拟投资 博彩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此类案件在全国范围内高发 且涉案金额巨大 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这种犯罪主要是一托网络的 现在俗称叫杀猪盘的一种犯罪 主要是通过网络交友 然后吸引你在网络一些投资平台和网络博彩平台上进行下注 开始给你一些小利益 等你投注比较大的时候呢 他们就把这平台给撤了 把你的微信也拉黑了 所以说这种犯罪呢 这个手法比较狡诈 也是当前这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一个主要的表现方法 上当的人群呢 主要是对这个网络诈骗呢 这种网络交友这种防范意识 辨别能力不是很强的 也年轻人比较多 对此公安部高度重视 专门成立打击专班 并抽调河南江苏等地精干警力 组成工作组 赴老窝开展警务执法合作 此次警方共打掉多个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团伙 共捣毁网络诈骗窝点15处 打掉诈骗团伙18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136名 破获案件1200余起 缴获手机 电脑等一大批作案工具 证物 今年以来我们专门组织开展了云建行动 把这个打击电信网络骗 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们组织了全国各个省市的 反电炸的中心 全面的来监控这些 境内外电信大骗窝点的情况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定点清除 公安机关提醒 对涉及金钱往来务必提高警惕 清末轻易相信不法分子 所谓稳赚不赔 低成本 高回报的投资赚钱谎言 防止落入圈套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